原來她就是你的靈感女神啊 叫什麼 烤賴 要是沒事的話 一起組隊打個怪吧 正好試試打擊效果 好 大神你好牛啊 球帶 小屁孩 你幾年級了不用上課嗎 我高三了 高三不好好上課玩什麼遊戲啊 那你不也在玩遊戲嗎 我都讀研了小屁孩 那你是什麼專業的呀 我現在都不知道以後要學什麼 好迷茫 年紀輕輕天天玩遊戲能不迷茫嗎 我沒有天天玩啊 我只是比較喜歡造夢事而已 我覺得這個遊戲的開發者好了不起啊 算你有眼光 為什麼只喜歡玩這麼少 因為每次她都能讓我暫時脫離真實世界的煩惱 去往另一個世界 就像有平行空間一樣 這種沉靜感 在其他遊戲裡根本感覺不到 沉靜感 大神 你還沒回答我 你是學什麼專業的呀 計算機 不錯啊 這麼快就突破技術評點了 我這幾天在造夢師 遇到了一個高三的小朋友 還挺有意思的 帶著她打遊戲 結果 得到了很多靈感 原來她就是你的靈感女神啊 叫什麼 考她 大神 你一個星期沒上線了 最近很忙嗎 你已經十六天沒上線了 如果你能看到這條消息的話 請一定一定要加我QQ啊 也是需要的人 大神 我決定聽從你的建議 考計算機專業 所以高考以前 我不能再玩遊戲了 我會考上新海大學 你在學校等我 哦 對了 一直忘了說 我叫陸黎 你說要一起走過的那些 都不再重演 數人抽眼淚微笑面對謊言 可天空下起雨淋濕了側臉 約好了那一年花開再見 你如期出現不變 將一程 再見 那些最美好的昨天